呀 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闺蜜或者兄弟 在外人看来 你们俩好像是一对甜蜜的亲友 可实际上只有你们自己知道 你们的关系就像是手中握不住的沙 风还没吹就散了 当然我和王婆可不是这样的关系 毕竟平时大家都看在眼里的 对对对吧 我们两个可是穿一条裤子的人 哈喽小外边大家好呀 欢迎收看来 我是你们宇宙超级无敌美丽可爱的王婆的好闺蜜 想想 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电影就是 讲述了我预判了你的预判的预判的 美国悬疑电影 一个小萌 电影是从女主嫌不住的直播开始切入的 嫌不住是一位对生活充满热情的阳光小寡妇 不管是在儿子学校还是社区邻居那里 她都十分受大家的欢迎 不为别的 主要是因为平日里 嫌不住总喜欢不求回报的帮别人的忙 啥事都没有拒绝过 是当地出了门的老好人 嫌不住不只是一名家庭主妇 平日里为了养家糊口 嫌不住还是一个在家搞烹饪 做手工的生活区阿部主 虽然还有一定的粉丝 但事后我们来关这相比 那肯定是差得远了 但阿部主求关注男 做一个单身的全职家庭主妇更难 嫌不住的儿子小黄还在上幼儿园 这天他去接儿子放学 小黄的同学小黑极力邀请他去自己家玩 就当嫌不住纳闷时 小黑的妈妈自带BGM闪亮登场了 看着有锋利的高跟鞋 甩着的西装 阴伦感十足的礼貌 还有着酷酷的雨伞 飘逸的金色长发 没错 这就是小黑的妈妈 你好 我是小黑的妈妈 我叫忙得很 Nice to meet you 嫌不住连忙回过头来回答道 啊啊啊 Nice to meet you too 随后由于忙得很 点不住小黑的软萌硬胖 于是就邀请嫌不住母子 到家里来一杯马天泥 就这样 忙得很就开着保时捷911 带着他们来到了家 来到忙得很的家 嗨我的妈 这简直就是我梦中的生活呀 大大的别墅 带着大大的落地窗 还有大大地八台和客厅 想不住警呆了 这一笔自己家 简直就是狗窝呀 金色家里 首先用眼帘的是 那幅充满艺术感的画 由于画风比个马赛克 在这里就不过多 为大家展示了哦 可是该说不说 忙得很是真的好好看呀 早已被折服的 嫌不住表示 Sorry sorry 是我不懂欣赏艺术 但是下手呢 忙得很却表示 你下手sorry 老娘就压了 臭臭臭压的 女人上来没地位 但是忘了就是会 女人能顶半明天 永远不要说sorry 是社会贵心女人 不是女人快见社会的 一番洗脑过后 嫌不住深深的 被忙得很的 艺术品位和人格魅力 所折服 而忙得很也觉得 嫌不住浑身散发着 圣母般的傻气 两个人端起手中的马天尼 一朵结白地 塑料取名花在 酒杯中喊包带缝 所谓酒逢知己 千杯少 就这样 两个人成为了好姐妹 没一会儿 忙得很的老公 搭照回来了 两个人在 嫌不住的面前 毫无顾忌的秀起了恩爱 抱着就是一顿乱啃 可毕竟 嫌不住是个寡妇呀 正所谓 三世入廊 独守空房 她哪看得了 这么明艳的场面 于是嫌不住 就找借口先溜了 这天 忙得很打了电话说 嫌妹 我正在办公室 看来 观人呢 实在抽不开身 去接儿子小黑了 你能不能帮我个小忙 去把儿子接到我家呀 嫌不住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就爽快地答应了 两个人 三忙得很家里 又喝了不少马天尼 在这 退杯幻展之间 两个人都喝得差不多了 于是 就到了好姐妹 呼唤小咪咪的环节 嫌不住 泪汪汪地说 姐妹呀 你都不知道 我老公出车祸死了 更惨的是 我同父异母的哥哥 当时就坐在副家时 也死了 原来 嫌不住 竟然背地里和她 同父异母的哥哥有一腿 甚至就连自己儿子 到底是老公的 还是哥哥的几率 都是五五五开 贝利的丈夫 想不开 干脆直接带上大舅子 一起领了盒饭 盲得很听后也不甘示弱 向嫌不住 爆出大瓜 姐妹 其实我和老公 还有老公的助教 一起玩过 三人行比我我失 嫌不住听完 直接竖起大拇指 哇 你可真厉害啊 姐妹 要说这方面 你也不错呀 虽然很面诞 可是我好好喜欢 这叫什么 这叫闺蜜 头领状 手里攥着对方的小辫子 有一百六花 从此就不会再凋零 几个相亲的相处下来 嫌不住和盲得很的友谊 逐渐升华 关系越来越好 盲得很常常拜托嫌不住 帮他一个小盲 照顾孩子 本来这也没什么 带一个是带 带两个也是带 多说筷子的事而已 可是这天 一个小盲 竟然变成了大麻烦 盲得很失踪了 嫌不住找遍了盲得很的公司 却没人知道他去了哪 无论是去公司问 还是去找盲得很的丈夫大壮 都没有盲得很的下落 于是嫌不住 就和大壮一起报了警 可是警察们 也找不到任何线索 因为盲得很平时 非常重重自己的个人隐私 他从不让别人帮他拍照 也没人知道他的过去 他就是一个迷一样的女人 迷住了大壮和他结了婚 这天 嫌不住再次来到 盲得很的办公室 寻找线索 无意间 在办公桌的玻璃下面 发现了一张 盲得很没有美人的大头照 然后嫌不住 就用他做了寻人启事 和大壮一起在街上发传单 接望邻居们纷纷表示 哼 我都五毛钱 这对狗男女 最后一定会勾搭在一起 接到报警后的黑团长 来到大壮家里 询问情况 台长也觉得 嫌不住太圣母 太贤惠了 他问大壮 这种茫茫照顾小孩 还顺便帮忙照顾老欧的闺蜜 能不能给我来一点啊 一边警察在暗路球外的门市 嫌不住这边也可是没有闲着 他利用自己 网红up主的优势 和粉丝们互动交流 关于盲得很的消息 他发动了一起 轰轰烈烈的网络寻人活动 果然群众的力量 还是强大的 没过多久 就由粉丝发来私信 说曾在开往东京的高速路口 看到过忙得很 警察根据 闲不住提供的线索 很快就在河里 找到了忙得很的尸体 经过试试的纹身 还有DN的比对 警方确定 这就是忙得很 没错 妻子的死 使得老公大壮非常伤心 闲不住也觉得大壮很可怜 就像自己一样 也成了一个寡人 在忙得很的葬礼上 吃官群众们 却察觉到了 一丝丝阴谋的味道 这时大壮的儿子小黑 哭着说 宝宝宝宝 这阿姨不像是好人啊 就是她害死了我的妈妈 想做我的后妈 这小孩子不懂事 咋静瞎说大实话 当晚嫌不住和大壮两个寡人 就睡在了一起 并进行了猛烈的造人活动 好 大壮 不是我说你 你这妻子 是无为寒的寒 又在这偷人 怎么说也得过得忙得很的头期吧 不过话说回来 两个人应该只是一时冲动 嫌不住应该不是那种人 只要嫌不住 每班进去大壮的家里住 两个人应该就是清白的 与我进去 咳咳 于是纠战缺少的故事 再一次在人间上演 不不 我还是不相信 毕竟忙得很已经死了 两个人相互取暖 错过着过也是可以理解的 就算两个人有坚强 那也没有必要害死忙得很 除非大壮 为忙得很买了高额的人生保险 想弄点钱 这 我实在圆没下去了 就这样 闲不住 搬到了大壮的家里 他这只小麻雀 终于飞上之头 变凤凰了 看他忙得很 这一屋子的衣服 闲不住就好像是 错过了双十一 却感受了双十二 那样开心 然而就在 所有人以为是 闲不住和大壮两个人 合伙还死了 忙得很的时候 令人一想不到的事情 却发生了 忙得很 居然 没有 死 甚至还给闲不住 打来了电话 控诉他 睡了自己老公 还打算把闲不住 之前干哥哥的事情 捅出去 让闲不住 生败名裂 闲不住放下电话 整个人都懵了 明明是自己亲眼看的 忙得很被吓丧的 怎么会突然又复活了呢 不会是 我找尸了吧 闲不住 当然不信 这套神鬼的说辞 他决定画身 弗尔摩斯一插到底 闲不住再到 家里找到了那幅 忙得很的艺术照 他凭借画上 唯一的签名 找到了画家的信息 然后他找到了画家本人 并从画家那里 忽悠来了之前 忙得很留下的 一件夏令营T恤 利用夏令营的信息 闲不住甲板脑油 从夏令营那里 查出了忙得很的 真实姓名和老家地址 然后闲不住 又扮演了清洁工 成功地混入了 忙得很的妈妈家里 于是他利用 忙得很的妈妈 是老年吃丹的情况 闲不住很快 就从忙得很的妈妈 口中得知了 忙得很的消息 原来忙得很的妈妈 姐姐名叫信仰 可姐姐信仰长大后 失去了信仰 开始疯狂吸毒 喝酒探头无所不得 妹妹希望 只好照顾信仰 希望信仰可以重视信仰 可是姐姐信仰 还是觉得自己的父亲 残暴无形 于是无奈之下 姐妹俩就一把货 少了他们的家 大火后父亲去世 这下希望破灭 信仰丢失 一家人就这么散了 哎呦 我来个情妙了 这一家的日子 都是干什么的呀 拐不得妈的 还能冷苦 由于怕被警察抓到 姐妹俩就决定分道扬镳 更名改姓 为了防止以后 夜长梦多 姐妹俩还去红了 一个相同的纹身图案 打探到真相后 显不住瞬间就明白了一切 看来之前被淹死的人 不是忙得很 而是她的姐姐 这下思路 一下子就清新了起来 忙得很故意消失 也只是想利用姐姐的死 来骗宝罢了 于是嫌不住 准备心下手为强 她在直播上 通过海埋的方式 来刺激忙得很 哟哟 好姐妹 我好想你呀 希望你在天堂 能看到我的消息哟 加油啊 生活要有信仰 你别说 这招还真管用 接下来姐妹私逼的好戏 就要上演了 不过后来两个人 想来想去还是觉得 对人何苦为难女人呢 大家毕竟是好姐妹 坑来坑去 反而便宜了 那个夹在中间的臭男人 于是这天 嫌不住和忙得很 就来到了忙得很的分头 接下来一次 友好又深入的洽谈 忙得很告诉嫌不住 她自己骗宝 其实是有苦衷的 别看她和大壮 两个人表面风光 其实她们早就在破产的边缘了 而且染上毒品的姐姐 新养还来勒索她 张口就是一百万 否则就把她俩小时候 合伙烧死父亲的真相 告诉警察 所以忙得很财 不得已 害死姐姐来骗宝 而且骗宝的计划 大壮也知道 俩人们想着拿到钱之后 就去国外开始新的生活 和谁曾想办法杀出 你这么个程咬金啊 至于大壮 跟你之间的关系 纯属就是在玩弄你的感情啊 她只是查你的身子呀姐妹 不许的话 我有录音为证 看来真相已经大白 大壮才是那个幕后黑手 不但想骗忙得很的宝 还想骗邪不住的胖 哎呀我的妈呀 大壮这个渣男可真是行家呀 这三个人 完全是上演了一把 躺了补衫黄雀塞后的戏码 当然忙得很可不会告诉邪不住 这些录音 其实是她拿着枪 逼着大壮说的 没想到吧 朋友们 要说新的手辣 还是女人呐 于是 闲不住和忙得很两个人 就开始联手 把骗忙的行为 塞葬到大壮的身上 要说忙得很 还真是个狠角色 老话说的好 舍不得孩子 套不上狼 忙得很故意拿扳手自残 伪造家暴的现象 然后她又去警察局最守 说是大壮使用暴力 故意逼迫自己骗保 忙得很摇身一变 又成了白莲花 闲不住也很配合的作证 说大壮是个渣男 连他也给骗了 就这样 大壮最后成为了 最后输家 被警察逮捕 可是由于还需要 进一步的调查 就还没有审判 看到这里的小伙伴 是不是认为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当然不可能 我小小怎么会给大家 介绍这种 没有选拟的电影呢 没错 大壮被一名 神秘人物保释了出来 娘子我用脚后跟 都没有想到 这个人居然是 黄婆 当然不可能 这个人就是闲不住 因为聪明的闲不住 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忙得很想要 凭借一段录音 就在挑拨大壮和自己的关系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闲不住 却又和大壮 自导刺演了一出戏 下面请欣赏 2021年度 宫斗大戏之 大壮 你到底爱谁 闲不住 撕心裂肺的说 大壮 你个渣男 骗我感情 还骗我身子 你趁着我爱人 还看着锅里的 你说 我会忙得很 这个疯破的之间 你到底爱谁 你快说 不是我就硬跳抱了你 然后闲不住 就开枪 打中了大壮的胸膛 然后 然后 然后忙得很就说 你们是不是 真以为我是三岁小孩子呀 只有你们这拙力的眼睛 我早就看穿了好吗 没错 大壮确实是无辜的 我也的确是唯一的偏老人 但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我忙得很早 就预判了你们的计划 嘿 没想到吗 别想了 沙发后面警察安装的录音设备 早就被我拔掉了 你们那点小酒酒 我还不清楚吗 哼 跟我斗 现在我只需要拿出这把真枪 打死大壮 这样警察肯定都会以为 是你闲不住假期真做 拿枪打死了他 此时的闲不住 得意的笑着说 看你说的 我闲不住怎么可能没有想到 其实我早就预判到了你 预判到了我们 所以在计划开始之前 我早就已经通知了警察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他们现在应该在门外草丛里 看着呢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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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忙得很仰天嘲笑 我亲爱的宝贝 你可是真的太厉害了 但实不相瞒 我早已经预判到了你 已经预判到了我的预判 我之前早就模仿了你的声音 并把警察拼到了另外的地方 如果没算错的话 他们现在这会儿应该已经破门而入了 所以我现在看枪的话 完全是来得及的 话音未落 忙得很就拿着真枪打中了大撞 这 果然是叠中叠中叠中叠叠叠叠叠叠叠呀 别急啊小伙伴们 你以为真的结束了吗 没有 其实都想不住 一语惊人 你要逼呀姐妹 既然你都说了 那我也就不瞒您了 我早就已经预判到了 你已经预判到了 我预判的预判 看看这是什么 难道你忘了我是一名主播了吗 这可是最新的隐形摄像机 不正在实施为你精彩的演说 开直播呢姐妹 赶紧和观众朋友们打招呼吧 这太他妈的牛批了吧 令人窒息的操作 简直了呀 哎呀什么东西啊 狗屁啊 什么啊 天啊 此时的忙得很还不把修 跑到马路上一言不合就讨笑 哦 sorry啊姐妹 那你预判到了 我要跟你同归一心吗 欢迎未落 一辆车就把忙得很装飞在了路边 I'm sorry too 很明显我的好姐妹 我的粉丝已经预判到了 你会有这种操作 不好意思啦 最终还是嫌不住拿下了这次胜率 嗯 啥呀 有病 好啦 电影呢 这里就差不多该结束了 嗯 最后 嫌不住通过这次直播 获得了大量的粉丝 成为了一名百万网红 而毛的狠也在监狱里过得不易乐乎 成为了女子监狱的寒霸子 这个电影教我们一个道理 做人呢 一定要把眼光风的长运一些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你的对手会在你成功的道路上 做几次预判 哦 算了半分学会了吗 这部塑料几名版的叠中叠中叠中叠 你们喜欢吗 欢迎留言告诉我你们的看法哟 我是你们 美丽可爱 以及棒那样的小小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爱你们哟 Muah 好